如果要加一個按鈕,並且制定函數,其實是很簡單的動作 不過一般VBA的書籍講的並不簡單,講的蠻複雜 可能看半天還是不知道怎麼做 我把最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要能夠達到這個動作,其實有很多種方式 傳統的流程,我想一般是不會做按鈕VBA的 也許你是用傳統,我們把傳統流程變成按鈕,變成制定函數的過程 再回過頭來跟各位做說明 首先我們這個地方會需要重複幾個0 比如說它只有一碼,就重複兩個0 如果是兩碼,重複一個0 如果完全沒有,重複三個0 這個部分會用到重複幾個0 重複幾個0,在以色列函數裡面會想到哪一個函數呢? 有沒有,REPT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REPT函數 比如說我們今天需要類似像這邊有個範例 假設我今天希望重複幾個星號 是根據什麼? 根據它的什麼呢? 銷售量的100個就給一顆星 200就給兩個,依次類推 就是說它的銷售量越高,我就給的那個星號越多 那我們可以從什麼? 就是函數裡面的什麼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類... 這個裡面有一個叫文字的類別 去取得什麼呢? REPT函數 那我們如果說今天要完成這個動作的話 往下找Archetto 它按照那個英文字母排序 特別注意,其實這個函數的邏輯都差不多 如果即便你沒有用過的話 你可以看下面 它會告訴你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什麼?Test 你要重複的那個字 重複幾次 有沒有?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即便是不了解 沒有用過這個函數呢? 你當然也知道說怎麼去使用 可以從底下了解 按確定 那比如說我要重複的是這個 C1的儲存格裡面的這個星號 當然先把它鎖定 F4 再來的話重複幾次 根據它的銷售量 那銷售量呢? 必須除以多少? 除以100 也就是100給一顆星 OK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當然會出現是1.58 可是1.58它自動會把小數點去掉 那沒有問題 可是有一些函數呢 它如果你有給小數點 它可能會淨位 變兩顆星之類的 所以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把最後的這個1.58變成 去掉小數點 捨棄掉小數點 那如果說要捨棄掉小數點的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腦筋裡面有沒有一個函數 它可以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應該有用到過吧 INT嘛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個地方呢 加一個INT函數 INT 有沒有 直接打一個INT 或者你直接從這個地方 插入函數也可以 不過一般習慣直接打一個INT 掛弧 前掛弧 後掛弧 各位有沒有看到 後面的結果變只有1了 OK 所以INT函數的主要用意就是說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整數啦 印成就是一個整數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小數點 它就會幫你轉成整數 小數點的部分 就無條件被捨棄掉了 OK 所以這個動作實際上是 透過這個函數幫你轉成整數 只留下整數的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特別是這邊要把它鎖住 按確定 然後置中一下 把它向下填滿 這個部分的話就自動完成了 那當然這個動作呢 你也可以把它轉換成VBA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今天 一樣的動作 我希望呢 可以在旁邊 加一個什麼呢 等級 然後後面加一個VBA好了 假設我今天 我的需求是這樣 就是VBA 然後按下去 它的結果一樣 可以幫我做出剛剛的結果 那 變成VBA的方式 不外乎會有幾種 一個就是 我直接怎麼樣 當然很多同學說 老師我已經有寫過的這個公式 我有沒有辦法直接怎麼樣 把它放到這邊來 然後讓它自動幫我run 不過這個問題會發現 就是如果 我最早是需要一鍵 可以按下去 自動幫我完成的話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函數的邏輯先做出來 再來換成我們第二個方式 就是這個地方轉成VBA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個按鈕 當然最後按就是一鍵 最後是這邊有個按鈕 對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這個 這邊有兩個按鈕 用上面這個 為什麼不用下面這個 上面比較簡單 下面這個比較複雜 可以針對表單部分的 它是一個控制項 所以它拉完之後 它不是說直接指定那個程序 它還要觸發一個事件 觸發一個事件 在呼叫那個程序 太麻煩了 所以你們暫時用上面的 以後如果慢慢慢慢 就熟悉之後的話 再用下面的 不過通常也不會用這個地方的 而且會用那個表單裡面的 不會用這邊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 我用到的機會很少很少 而且我不建議各位使用 其實不是說 你看到的功能都一定要用 其實不用也沒關係 反正你最重要是 事情做出來 OK 而且我們不是一直要鑽牛腳尖在這上面 最重要是要會用 OK 再來的話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按鈕做出來 我希望按下去 它自動就出來了 需求非常簡單 大概邏輯 我跟各位講 因為我要自動的話 按下它 它幫我自動完成 以後自動完成 在VBA裡面 你們一定要熟悉的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回圈 回圈就是FOR跟NAS 第二個的話就是FORNAS回圈 我想任何語言都有的 不是只有VBA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列 幾列到幾列 三到七列的哪一欄呢 輸出的位置是三到七列的D欄 這個相對位置 所以會抓到它 先抓到第三列的D欄 定位到 第三列的四欄 意思類類的全部 裡面要放什麼東西呢 就是把剛剛這個公式 假設我要放的不是重寫 我希望把這個公式 幫我放到儲存格裡面 動態的放進去 動態放進去 各位可以發現 動態放進去裡面 其實它們這個跟這個有什麼差別 其實就是後面這個數字 三變成四 所以做法上這樣的 如果你要做這個按鈕的話 基本上 我們基本的SOP 第一個就是 先切到Visual Basic 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這個先刪掉 理論上你們剛剛如果有的話 你就繼續往下做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那個 剛剛那些東西的話 是在雲端上面這些 因為我剛剛已經就關掉還原了 所以我再把它複製過來 反正你就把它貼上 不過再來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就是說 你們的這個字太小 我建議各位 你們如果字太小 你可以從工具裡面的選項 有個撰寫風格 可以把字原來大概9號字 放大到大概至少12吧 不然看起來其實字太小 對眼睛也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把它字稍微放大到12號 大概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完成剛剛的動作 其實這個有個固定的流程 首先的話 我會先取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程序的名稱叫什麼 那我就拖籃一下 把這邊Ctrl C 一下 然後記得取消掉 如果你沒有取消的話 它會油標放這裡 你會發現你的VBA就沒辦法點了 如果你發現點不進去 因為你油標在這裡 它這個地方油標在這裡 就不能點取消一下 再過來 然後呢 我們需要一個按鈕 按鈕名稱叫什麼 也許叫就這個名稱好了 插入 特別注意喔 有模組之後 以後如果你要加 它無論是按鈕 無論是自訂函數 它的位置一定都是在插入程序裡面 插入程序裡面的話 我們主要會用到就是這個跟這個 這個用到比較少 因為Property比較少 我們比較不會去自訂Property 它的屬性 一般的話會用Sub跟Function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今天呢 是按鈕的話 基本上用Sub 如果你今天是自訂函數的話 就是從這邊插入 要使用者自訂的話 來就是Function 大概的基本的原則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按鈕 所以我就選Sub 並且把名稱輸入上去 輸入名稱叫什麼呢 假設就是這個 IPD函數 再來 就是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喔 記得是用Sub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我的需求是 可以把它跑一個回圈 後面可能要自己稍微動手做一下 或者是說你不動手做也沒關係啦 上面不是有現有的對不對 Ctrl C 然後呢 Ctrl V Ctrl V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把這個改一下 For I 等於多少 3到7嘛 這邊是4到3到7嘛 這個反正就是起 起始的那個列 結束那個列 當然將來你會想說 老師我起始的列應該都知道 可是我結束的列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關係啊 可以自動偵測 幫你找到最後一列 如果你還增加 他會自動找到最後那一列就對了 但是慢慢來 我們後面會再講 NAS 所以他會在 i這個值會在3到7去變化 接下來就是說輸出 輸出記得喔 寫在前面喔 就是 像以前是什麼 數學是1加1等於2對不對 2寫在後面嘛 可是這邊VBA是顛倒喔 他的觀念不是 以前是什麼 1加1等於2 運算在前面嘛 可是在VBA裡面剛好顛倒 2等於1加1 特別重要 他的運算在後面 輸出結果在前面喔 這個觀念我想 要稍微聊 因為很多同學卡住喔 因為以前 數學課 就是大部分都是這樣的教 所以這裡的話喔 記得就是這個地方喔 輸出 那輸出到哪一欄 你就看一下 低欄 對不對 輸出到低欄 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的東西喔 就是先給他一個 兩個雙以後 把 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個東西 因為我要把我們的函數 放到VBA裡面 所以你把它複製喔 複製喔 複製完之後記得把它取消 就是把第一個這個的公式 拿來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中間 貼上 記得喔 貼上對不對喔 會動的是哪一個 這個 3變4 4有沒有 4一直往下 請你把這個數字 改成i 這個可能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比較麻煩 最難的應該在這裡 比較容易做錯的地方在這裡 那怎麼樣把它三變成4喔 你不能直接放一個i喔 你不能說打一個這樣 不行 因為喔 它本身是個字串 它是個變數 在VBA的規則裡面呢 你不能把變數直接放在字串裡面 它 不接受 所以怎麼辦呢 你如果讓它walk的話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我有個固定的方法 先把要會變的把它選起來 然後呢 有個固定規則 兩個雙以後 先輸入 移到中間 空白兩次 移到中間 and兩次 移到中間 空白兩次 移到中間 再把它加一個i 這樣就ok了 那你想說 老師這個 以後怎麼辦呢 你如果不想了解為什麼 你就記起來就好了 如果你想了解為什麼的話 我跟各位講 因為它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那我要把i放進去 i要放進去的話 必須把它切開 切開對不對 切開的話變成說 它本來跟這個後面是一組的嘛 頭跟尾嘛 那我切開的話 勢必就是這邊要補一個給前面的 對不對 那也要補一個給後面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兩個就分開了 就分居了嘛 就變兩個不相干的 一個頭一個尾了 但是要把i放進去 i放進去 因為它是一個變數 在VBA的規則 如果串接的話 一定是AND的符號 如果Java的話是加啦 如果PHP的話是點啦 反正每個都不一樣 反正就是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串接 AND 那串接的話記得喔 在那個Excel的那個編輯裡面 不需要空白 可是在VBA裡面要空白 前後要加空白 所以為什麼還要再空白 就是因為呢 AND的符號前後一定要有空白 不然如果沒有加空白的話 擠在一起 它不接受 那這些東西是它 你不能就把它擠在一起 它不能接受 它一定要空白開來 空白開來 那這些東西其實 其實基本上就是基本規則啦 你說為什麼會這樣 那可能要問比爾蓋茲啊 因為這個VBA是 比爾蓋茲設計出來 它之所以會變成首富 就是最早IBM交的Case 就是去撰寫那個Basic語言 結果把它做完之後 後來就弄了一個Windows 結果它變成世界首富 那這裡的話呢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本來是三對不對 你就這樣 以後的話 如果你不想記太多 你就記幾個流程 一 雙引號兩個 二 空白兩個 三 AND兩個 四 空白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那個變數 OK 背口訣也可以啦 反正以後做得出來就對了 不要做錯就OK了 因為太多同學這個地方會有障礙啦 因為我們做很久了 我閉著眼睛都可以做出來 不過原理原則知道就不用死背了 OK好 做完了 這個時候怎麼樣 怎麼樣 再做個按鈕 給它 程式 就完成了 所以 我想你們可能會有障礙的應該是在 在這個地方啦 如果你這個地方會的話 以後 你的 函數 變成VBA 就 不是問題了 所以VBA 變 有沒有 你就把原來的函數 放進來 會變的部分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什麼呢 把這個按鈕加上去 插入一個這個 拖拉一下對不對 方法一樣嘛 這個 選它 複製 貼上 這個按鈕 就OK了 按下去 一鍵完成了 好 那這裡的話 我想 各位試一下好了 這個當然也改啦 不過 可以試得上 把上面改一下 如果不行的話 在這邊 雲端上面把它貼上 等一下你們在雲端上 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找不到雲端的話 就OK了 後面先換給各位一下